《心想事成》 一開始我想要寫拜拜 是因為在當時 心想事成這個議題非常的風習 難道心想事成就這麼簡單能夠達到嗎 好像中間應該要有一個過程 如果每個人都心想事成 那麼人是好像少了什麼東西 所以那時候我就請示了母娘 關於心想事成這個議題 它的看法是什麼 每一件事情的生成 它一定要有一個類似蜘蛛網的一個概念 比如說你想要一部車子 那車子不是你今天想它明天就會發生 車子它應該有一個製作過程 它應該有一個藍圖 它應該有一個研發過程 那這麼冗長的過程 就好像心想事成一樣 當你想一件事情的時候 它應該有背後一些運作的藍圖 如果你要運用這樣的能量 那麼你就必須要積累 更多心想事成的能量 如果你想要心想事成 那這個東西它是非常龐大的 那麼你就必須要透過 更高的意識成 比如說像神明的力量 幫助你、輔助你 那這個力量是什麼 就是拜拜 很多人他沒有辦法逆轉生命 那麼我們就去求神明 那透過神明更高意識的幫助 能夠幫助我們心想事成 所以拜拜的這本書 有這樣子的邏輯 然後慢慢的把它寫成